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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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哥竟然主动靠过去求合影 倒是一姐在名声大噪之后多了份矜持和腼腆 不仅在众人的起哄下才摘掉口罩 拍照时也没有以前热情似火了 合影后马思纯居然拉着一姐烙起家常 马记者听完一姐的回答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下一秒就开启了亲妈模式 不仅红桥一姐被小马哥催着找对象 从网友晒出的马思纯签名来看 这些年被他催过婚的粉丝 能绕地球一圈了 不仅催婚 连人家生孩子他都管 头条君发现 其实像小马哥这样的月老爱豆 还不止他一位 今年夏天 一位男网友找到胡哥 希望他能录一段视频 给自己喜欢的女生当生日礼物 老胡不仅送上video 顺便还帮这位男生表了个白 他的微博名字叫52号观众 他真的很喜欢你 你就从了他吧 韩国欧巴亲赛中 不仅在中国开演唱会发专辑 还担心自己影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 欧巴你还真体贴 好人做到底 干脆取个中国迷妹可好 还有陆寒在被问到 我的女友中意你时 害羞地祝他们好好好 另外大家一定不会忘记 五月天今年的宏馆演唱会上 一位男粉丝向女友求婚的是吧 阿信不仅中断了歌曲 让镜头聚焦歌迷 还现场来了段正确求婚方式的教学 就算令演唱会超时10分钟 被罚款17万台币也在所不惜 因为粉丝的终身大事 才是五子心中的第一嘛 还有你们的小绵羊张艺兴 他曾在我们的专访中承认 自己不敢跟粉丝说我爱你 原因竟然是这样的 他们是真的很喜欢你 把你作为男朋友 把你作为老公之类的 真的你如果说 真的要我跟他们用心地说 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们 这个我觉得很不负责任 这样的话耽误多少姑娘 和歌迷怼出乐趣的吴清风 就算不想耽误歌迷的终身幸福 也是不走寻常路 面对痴情迷妹提前放狠话 打育防针 被当众告白 宁愿伤害你 也不能误了你 怎么样白领接起的这位小姐 我先说你也不是我的菜 我先说 那你还要跟我告诉我 我想 我想交给你 为了你 我决定终身不娶 最后给小伙伴们 献上放终极大招的黑笔 不仅忽然现身 粉丝的求婚仪式 唱起小幸运 连求婚词都帮人家说了 什么叫幸福哭了 看收到这样一份 大惊喜的姑娘就知道了 与你相遇好幸运 愿意嫁给他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还是我唱得不够好 要再唱一遍吗 我愿意 粉丝为爱豆欢喜 为爱豆忧 爱豆对粉丝负责 不耽误他们找男友 只是这些为粉丝 找到真命天子的爱豆们 你们的终身大事 也让我们操碎了心 当爱豆们还在为粉丝的 单身问题操心时 经常缓男友 又经常首次前任的美美 一次被前任给撕了 到底是哪个前任这么厉害 赶紧让我儿的哥 来给我们发一把 12月13号 本是小天后美美的生日 但在当天 美美前任九妹一条推特 引发的口水上 到现在依然在思 原因是九妹在13号晚上 发推特抱怨 这一天是一年中 最差劲的一天 几分钟后 她就被美粉们围攻 于是她删掉了这条推特后 又发了一条表示 我都39岁了 有什么冲我来 然后再次秒删 随后又后悔不该删掉 美粉们表示 前任你的戏真的太多了 但也有吃瓜的群众 站出来说 小妹当天其实连发了两条推特 解释了自己不高兴 是因为又在加班 美粉们 你们是不是太过敏感 然而直到现在 美美方面一直没有表态 毕竟这么多的前男友 怕是怎么也顾不过来 新月结衣新剧的片尾舞蹈 不仅引来全民魔法 现在也闯进了二次元的世界 虽然我Gaki的原版 已经足够治愈 但是在众多买家秀里 我们必须还要承包 熊本部长和Hello Kitty 就算不能像新月结衣一样 微笑着露出八颗牙 但是武力熊本和懒蛋 连自己的手都够不到 这萌到爆的划风 你们自己感受下 好 昨天有媒体爆料 男神玄冰和女星江苏拉正在交往中 随后被双方经纪公司确认 据了解 玄冰和江苏拉在今年10月 因江苏拉寻找新经纪公司仪式首次相识 并以此为契机在最近开始交往 迷妹们先别急着上天台 大家先哭伪敬 话说2016年还剩最后十几天 单身N年的你 就要进入单身的第N价一年 希望在这个时候 公布恋情的idle们都幸福快乐 但是要记得 对单身旺盟的暴击 可以再少一点点 这么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年里 都可以不再孤单了 好了 下面是发布idle最新行程指南的时间 迷妹们注意了 前方信息量过大 快拿出小本 做好笔记哦 今天艾奥风尚大典 就在上海圈住了半壁娱乐圈 范冰冰 刘一飞 大秘密 带你一起属星星 而明天大家都好像变成了空中飞人 鲸鱼 繁范 还有夷阳千玺 都要飞往北京 关小彤要飞往上海 你猜 红桥一姐会不会蹲手 屋里扑民闺女 周末 杰哥和罗志祥等明星 将现身水利坊 参加BTV跨年环球歌会的录制 当天还会有哪些爱豆 我们一起期待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大家看的还过瘾吗 过瘾的话 千万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因为小红起没红的娱乐小分队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周一咱们不见不散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